也多亏了今天的好天气 今天一大早在宜兰已经开始涌现人潮 尤其是知名的动物农场一开园呢 现场就已经有大批的民众 而且外头呢也排了好几公尺的人龙在等待入园 另外像是宜兰的美食三星葱油饼 一早买气也很旺 业者直言这生意多了两到三成 当年初五一大早走进动物农场和可爱动物们 临距离互动真的好疗愈 照片拍不完农场里更是挤满大批人潮 还没进来的民众就已经在外面排了好几公尺 走春热门景点走到哪排到哪 但还是不捡出游的好性质 很可爱 太难看不到 就塞到哪玩到哪 我们昨天就来了 我们从台中来的 你有为了哪些动物吗 那一种的 这一种都有为 好 来到农场里头可以看到我们眼前是直接被这个笑笑羊给团团包围 那还可以拿着这个牧草呢来亲自喂食它们 可以看到它的吃相呢 真的是超级大气 就是为了这可爱呆萌的模样 很多游客牺牲睡眠时间提早出发宜兰 把饼皮放上去不断翻面 尖纯金黄色 油声 滋滋作响 光是用听的就让人垂涎三尺 酥脆的宜兰美食三星葱油饼 一早买气也很旺 过年期间营业店家双手停不下来 甚至备货量也比平常多了两到三倍 尤其阳光露莲好天气 一个观光景点 想好好拍照游玩 吃美食真的都得做好排队塞车的准备 记得周云林俊廷采访报道 好 来看到这是台中的日系购物中心 在过年前才刚试营运 想当然春节假期人气是非常的夯 事实上在廉价前几天呢 现场人潮一度多到像是沙丁鱼一样 别说是要排队来结账 就连要逛街都是寸步难行 而今天大年初五为了避开这尖峰时段人潮 早上九点多这是购物中心超市都还没开门营业 现场已经有民众排队卡位 首服提前广场挤满民众人潮破百 一片密密麻麻 美食作家po出照片 这是台中东区新开幕的日系购物中心 春节期间盛况人多到一度还要实施人潮管制 实际来到现场大年初五上午九点多 就有不少民众在B1超市前阶梯等待排队进场 有意避开下午晚上见风时段 10点超市才刚营业 人潮就随着排队动线涌入 日系购物中心内的这家 连锁日本大型超市 首次跨足海外就选在中台湾 从进口和牛 生鲜肉品 水果 甚至是现做的首饰琳琅满目 民众逛街当走春买的小和和 还有民众专程从北部来逛 接近中午用餐时段 美食街排队也出现人龙 这家日系购物中心过年前一周采钢市营运 似乎就是有意瞄准春节廉价商机 廉价前几天人潮一度挤到像沙丁鱼一样 别说要排队结账 要逛根本就是动弹不得 就连手扶梯也呈现满载状况 人潮爆满景象 神狂空前 记者高与力科技高 SNG小组台中报道